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用域也算符 因为说是明明空间A的哪一个变量或者哪一个对象或者哪一个方法吧 是不是同学们 那作用域就是作用域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就作用范围啊 是吧 是变量在程序当中起作用的什么呀 范围 那作用域呢 简单可以分为全局作用域 局部作用域 跟语句作用域 是不是咱们以前在C语言当中以前讲的叫全局作用范围 局部作用范围和语句作用范围 那语句作用范围大家还记得那个负务循环或者是挖腰循环 他那一堆大括号吧 复合语句嘛 是不是同学们 那作用域的优先级呢 范围越小 优先级越高 咱们以前讲C语言的时候给大家讲过 讲过什么呀 是不是局部范围内全局变量不起作用 是不是在麦哈树当中如果定义一个Nubber 然后全局变量有个Nubber 在麦哈树当中使用Nubber的话 使用的是哪个Nubber呀 是不是人家麦哈树当中的Nubber呀 是不是啊 就尽原则 那如果希望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内 就是然后使用同名的全局变量 在C语言当中是没法实现的吧 是不是啊 同学们 也就是说你看哈 像在C语言当中的话 它是这样 你比如说有个全局变量Nubber等于什么呀 等于100等于100 是不是啊 在麦哈树当中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Nubber 哎呀 我塞 在麦哈树当中有一个Nubber Init个Nubber等于什么呀 200 我想在麦哈树当中使用那个100那个Nubber 就是全局变量的Nubber 是不是不行啊 那在C加价当中它就可以 因为C加价当中有什么呀 有作用域内算符 你可以在变量前面加一个作用域内算符 那就相当于是使用的全局变量 明白没有啊 全局的 好 大家抬头看这个例子哈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先解释这个例子 然后呢 你再看一下效果 好 大家抬头看哈 作用域内算符 刚才咱们明明空间的时候是不是使用了那个作用域内算符呀 哎 那在这一个作用域这个地方也可以使用它 好 大家抬头看这个例子哈 那在这个地方咱们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AVAR等于10吧 在迈哈数当中是不是也定义了这个AVAR等于20呀 一个全局变量AVAR等于10 一个局部变量是不是AVAR等于20呀 然后在输出的时候 大家抬头看 C2的输出AVARA字冒号 先输出这个字不串 然后输出AVAR 那同学们 请问这个AVAR应该输出的是哪一个呀 是不是究竟原则啊 是不是应该输出20呀 然后我给AVAR等于25 注意 去复制的时候 它是给哪个AVAR复制呀 是不是给这个局部变量AVAR复制啊 输出的时候是25 是不是啊 那 人家说我想用这个全局变量AVAR在C++当中 然后怎么用啊 你看Cout输出这个AVAR的时候 先输出这个字不串 在AVAR前面加了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两个冒号 作用预约算符呀 说的专业一点 你不能说两冒号是不是啊 也不能说四个点吧 是吧 那就不专业了哈 作用预约算符 然后加AVAR 那在这个地方 它使用的就是应该是什么呀 全局变量AVAR应该输出10 明白没有啊 然后你再去用30去给谁复制呀 给这个作用预约算符 然后加AVAR 是不是给全局的这个什么呀 AVAR复制 是不是你输出的时候就是30呀 全局的这个AVAR明白了没有啊 所以说在局部范围内 什么麦核数里边局部范围啊 如果想使用这个全局变量AVAR的话 前面得加什么呀 作用预约算符 明白没有啊 作用预约算符哈 好看一下 G++test9.cpp 然后-otest什么呀 9 好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2025 2025 是不是应该是20是不是局部的呀 25去给局部的复制输出25 接下来两个是什么呀 同学们 是不是1030 1030是什么呀 10是不是应该是这个全局的呀 是不是啊同学们啊 验证了我这一个变量前面加加这个作用预约算符 使用的是全局变量明白没有啊 全局变量哈 OK 那这个搞定了 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 哎这一个下边这个例子和和刚才的那个例子一样了哈 两个是两个是一样的就写了两个例子给你看 然后大家再分析一下这个例子分析一下这个程序哈 好大家抬头看哎 对不起怎么还是刚才的呀 哎 重了呀 哦 哦 哦是这样的没重哈 刚才是那个10和20嘛 嗯 大家抬头看 哎 怎么感觉重的呢 哦 嗯 哦 没重没重没重 他这个是他这个是这样 刚还是跟刚才的程序一样是不是啊 嗯 只不过这个是这样的他连续输出两个嘛 嗯 嗯 然后你看有个全局的nob是10 局部变量是20 我如果CR的输出直接输出nob的话 是不是应该是多少呀 20 冒号nob的话应该是10啊 嗯 然后这样复制的话 是不是 这个给局部变量nob复制啊 这个是不是给全局变量nob复制啊 然后输出的时候输出局部输出全局 是不是啊 好 了解一下哈 这两个例子基本上是一样的是吧 好了哈 看一下 G++test10.cpp 然后-o test10 走 走 是不是刚开始1020 是不是啊 为什么是12 啊 因为这个打nob的时候使用的是局部的 下边这个mob 作用运算符加nob 是不是使用的是全局的呀 所以说是应该是什么呀 2010吧 是结果是2010 下边那两个就不用说了哈 好 这是作用运算符 然后呢 作用运算符 其实是不是已经讲过了呀 一个是什么呀 就是说 这个用全 在局部范围内用全局变量的话 前面加作用运算符 另外一个咱们以前讲过 讲明明空间的时候是不是讲过呀 讲明明空间的时候 明明空间在哪呢 明明空间 在这儿 是不是啊 同学们 然后 然后 然后在程序当中 大家抬头看 是不是 在程序当中 如果用 用某一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作用 那个明明空间 加作用运算符 加 Cout 这个对象 什么意思呀 意思是将来我使用的 Cout 这个对象 它属于哪一个明明空间的呀 是不是属于std 这个明明空间的呀 类似于Lucy 中文字幕